我耐心 把愛過我 拿著麥克風高歌一曲 新北市議員洪家軍與奉祥禮里長夫人 共同獻唱給在座的銀發長輩們 里長曾勝利表示 每個禮拜都會舉辦共餐活動 邀請里內長輩走出家中 一邊吃飯一邊交移 還有卡拉OK 供大家盡情歡唱 我們的新北市的市長 知事長他上任以來 他就是在推這個老人共餐的活動 他的目的就是說一些比較獨立的老人 65歲以上獨立的老人 自己在家裡吃飯比較孤單 所以我們知事長就推動這個老人共餐 讓一些老人家來這個活動中心 來吃這個老人共餐 他的老人共餐不是都只是吃飯的目的 他們來可以認識一些老朋友 可以聊天 可以唱歌 可以看書 可以下棋 也可以喝茶這樣子 豐富多元的活動內容 就是要讓阿公阿嬤們玩得盡興 喬大火一首接著一首唱的忘我 相當感謝里長的用心 再過幾天就是母親節了 地方民意代表 立法委員助理 以及市議員參選人都紛紛到場致議 並獻上祝福 在這個地方是常態性在辦理我們的老人共餐的一個活動 我們也看到我們曾勝利 賢康利 一直對於我們社區的活動 包含有些我們里內的活動 尤其是長者這邊的照顧 真的是不餘力 所以每次來參與都覺得非常非常溫馨 再加上就是說母親節即將到臨 所以我們希望說 藉由康來欣 謝謝我們每一位我們長者 尤其是我們社區發展協會 還有我們里辦公室這邊很多的一個志工 長期來參與我們地方性的一個活動以及服務 另外也特別安排永籍國小的小朋友們 現場與阿公阿嬤們互動 送過一塊塊蛋糕 再加上一句母親節快樂 長輩們喜悅之情 溢於言表 笑得開懷 就像是受到自己孫子的祝福一樣 倍感溫馨 里長曾勝利強調 藉由共參活動讓里內長者齊聚一堂 彼此交流的同時 也找回自信與快樂 中間新聞 朱永佳 英格報導